端午假节即将到来 为让清寒贫护和街友们能够过个好节 仁安基金会这天在东区区公所 举办了韩式庆端午活动 除了进行有奖侦达和带动健康操外 考量到夏季气温不断 今年还特别发放了寒暑包 包含了清洁用品和手持风扇 希望帮助他们预防中暑和皮肤疾病 民众从服务人员手上逐一领取物资 端午节即将到来 为了帮助清寒贫护和街友们 也能有个愉快佳节 仁安基金会举办大规模物资发放活动 考量夏季高温不断 今年特别发放防暑包 里头包含清洁用品和手持风扇等 希望帮助他们预防中暑 现在天气非常炎热 然后我们很怕韩式们 街友们在外工作的时候会热衰竭 所以我们这次的物资 特别增加了一个小风扇这样子 所有的物资都是请地方各位的善事朋友们善心的捐赠 那就是用这种的一个方式来告诉韩式朋友们说 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是很有爱的 然后希望他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自立自强 志工带领民众一起跳着健康操 鼓励他们维持健康体魄才能回归社会资历 仁安基金会连续多年举办韩式庆端午活动 今年有将近300位清贫护汉街友参与 其中经过警察局转介到台中平安站 安置协助的阿佑 也感谢大家的帮忙 让他有了弃生之所 台中地检署人员向台下观众进行趣味有奖征达 民间单位结合公家机关进行正立宣导 希望他们有需要时能主动向相关单位联系 也希望透过各界爱心串联 帮助韩式早日自立生活 记得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道 med jars 这期间十分不算家畣 运 这期间 弥